法師好 台長好 感恩大師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星菩薩摩摩薩 感恩大師大悲劉軍鴻台長您好 謝謝 我個人今天來是為了要問我的身體健康 因為我在13歲的時候 我跟我媽媽從屋頂上掉下來 導致我這個頸椎 左邊的頸椎 第二頸受傷 當時是因為 三哥復健治療的時間 我一直在忍耐 到現在他還沒有徹底治療復健好 而且他限制 就是說他讓我就是在這個修道上 還有在紅髮形上上面呢 覺得有些受到限制 那我希望說 能夠透過這一次的那個機會呢 請主臺長呢 能夠指示我說 你是幾幾年屬什麼的 是民國五十一年 我是1962年生著屬虎的 當時摔得很厲害 整個等於摔斷了一樣 現在這個地方啊 短掉一小節 所以你的頭啊 這個地方啊 左面啊 整天不舒服的 你要注意啊 你的心臟也不好 心臟 心臟也不好 你有一些焦慮症 你對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憂慮 就是非常的著急 不管碰到什麼事情 都會掛在心中 時間很長 我就覺得你應該 很多事情應該放下 因為我現在看你這個圖騰呢 在飄 這個圖騰在飄 但是呢 一會上一會下 一會上一會下 就說明你有時候很想得通 對自己的身體 有時候很想不通 你除了心臟 頸椎 你的腰椎也不好 那個右腰 對 而且你可能有腎結石 你的腎臟有結石 所以你小便不是太好 有時候尿瓶 有時候尿急 有時候呢 小便便半天尿不出來 你要特別當心 你的腎臟裡邊有泥沙樣的小石頭 明白了嗎 我明白了 你經常會痛 實際上 當你小便小不出的時候 這裡腰 右腰就會痛 實際上是你的腎結石 不是一個大事情 但是呢 要當心 怕尿出血就可以 就怕這個問題 你要多喝水 大量的排泄 大量的喝水 好吧 還有 你自己要注意 你的視覺 眼睛啊 視覺 看 看 眼睛 視覺看東西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就是 覺得空 這個空呢 不是完全修的空 這個空呢 是感覺呢 讓人感覺呢 有一點好像 似是而非的 好像覺得這個世界怎麼虛的 但是呢 這個心態呢 又不是說 我看穿了虛的 我要積極的上進 但是你看穿了虛的之後呢 你就會慢慢的 有點懈怠 有點放不下 這個一定 法師要注意了 好吧 還有你的頸椎也有問題 頸椎啊 剛剛我看你的頸椎 還有你的心臟病 跟你的家族裡邊 爸爸媽媽 或者爺爺奶奶 有心臟病有關係 所以你胸悶氣急 你一定要當心 而且你的腳發冷啊 腳很冷啊 我現在跟你講 我都能感覺你的腳特別冷 所以你要特別當心 其他的都沒有什麼 你心中有一件事情放不下 你自己知道 我覺得你應該放下 不要一天到晚 掛在心中 會傷你很多 好吧 並不是身體 一件事情放不下 我覺得你應該放下 多念念心經 多求觀世音菩薩慈悲 觀世音菩薩現在是管我們這個世界 煩惱的 所以很多人你們記住了 凡是心中有煩惱 就要念心經 求觀世音菩薩 你現在把眼睛閉起來 我幫你稍微置一下脖子好嗎 好 你覺得 動動看起來 你覺得這個脖子 舒服一點嗎 差不多 有點熱吧 差不多 我告訴你 我剛剛已經把一朵小蓮花放到你脖子上了 好 感謝大家 你不出幾天 你這個脖子很快就好了 但是我希望你經常念大悲咒 然後手要戳自己的脖子 好嗎 還有要放下一個事情 可能就是心中有一個掛隘一定要放下來 影響你的身體 好吧 你自己都知道 要放下 學會放下 請問盧大長 這個是不是 我這個受傷跟那個 這個 無形的這個 是不是有關係 有靈性 是 是不是 你剛剛我聽你說是三歲 我覺得你是十三歲 十三歲 嗯 我告訴你 摔下來不是太高 但是摔的位子不是太好 當時家裡房子裡有要經者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們家裡那個時候就經常有聲音 你應該不知道你還能回憶不回憶 這個你摔下來不久 你們家裡就有一個人病倒了 那是我媽媽 對 這個靈性沒搞倒你 就搞你媽媽去 聽得懂了嗎 很厲害的 本來把你媽媽弄走之後 她要回來弄你的 只是你因為可能後來 有這個願力 或者出家 願力啊 或者你前世有修 她就沒辦法弄到你 所以自身的能量非常重要 有大願力的人 鬼都不能碰 大家聽得懂了吧 你好好的 你好好的念經 好好的求觀世音菩薩 淨瓶水加持 多喝點大杯水 我覺得你這個都不是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 心中還是有一些憂鬱 你一定要放開 好的 你總是覺得很多人對不起你 實際上這也是一些前世的緣結 的確有很多人在嫉妒你 對你自己一直有一個懷財不遇的感覺 我告訴你 你是有財 但是你財外露了 就會惹別人來嫉妒 所以最好要低調 等到有緣分有機會的時候 你一定會 菩薩會給你更多的加持 讓你穿出來的 至於你脖子這個病 你不要擔心了 台長剛剛把小蓮花都 扎在你上面了 沒幾天就好了 好 感謝台長 好吧 謝謝 那請問台長 那我按照這個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就是每天的功課 包括這個念誦小房子 這個四啊組合 還有放生啊 還有每天的功課 要怎麼做呢 我覺得你大悲咒要念四十九遍 每天嗎 然後心經念二十七遍 禮佛念三遍 你可以念金剛經一遍 這個都是每天嗎 每天 你一定要功課做 你功課做的太少 你本身的能量不足 一定要加強自己的能量 就是念小房子的人 每天自己都要念基本功課 如果自己功課念不好的話 你很難念出小房子的質量好 所以就要自度度人自修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念 有時候要把自己靜下來 好好地念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一天 然後接下來 你再念其他的經文 效果會很好的 好吧 那我這個需不需要放身呢 放身可以啊 你要放身的話隨緣吧 你可以每一次放五十條一百條都可以 我覺得你應該放 我覺得你人很有佛緣 而且呢有一些文采 你這個人有文采 嘴巴也其實挺會講的 其實你也有一些信眾 對你很好跟著你 只是你不能憂愁 只是你不能寡愛 你一定要放下 師父給你的提醒 好 感謝台長 好 那就這樣 感恩大使大悲 觀世音樂的感恩 謝謝